大家好,又就是中秋了 今年吃什麼月餅好呢? 不如試試這款香港製造的奶黃月餅吧 除了充滿香港特色的包裝之外 味道還是超級特別的茶味 一掃傳統奶黃月餅那種很膩的感覺 還有分四件和八件裝 還不快點行動? 即日開始接受月餅 大飛翰天下 美國國會和行政當局的中國委員會 在當地時間 即昨天12日發表研究報告 對於港府能否獨立決定 是不是檢控2019年反修例運動以來 被捕人士發表憂慮 這份報告指出 香港當局近這幾年來 對異意見人士、民主派和民主觀點 採取強硬的態度 以及越來越多的政治犯出現 引發外界對香港法治受到侵蝕的憂慮 這份標題為香港檢控官 在政治起訴中發揮了關鍵的作用 的報告解釋 如果港府律政司在內的檢控官 有真正的獨立判斷 行使檢控法律賦予他們的著情權 這樣被政治起訴和任意拘捕的數量 可能會大幅減少 報告指出目前有100 不是1萬0500人以上 因為政治抗議的活動 而被捕 香港的政治犯人數不斷增加 足以引證憂慮 並非止去匯游 而最主要的 他開宗明義說的 就是包括剛剛好在7月1號 新上任的律政司 林定國有份 而他也有15名 港區國安法的法官 以及一些檢控人員 都榜上有名 現在根據他們所說的 是牽涉15人 這份報告提到自2019年6月以來 香港律政司以國安法 以及與示威有關的指號 至少起訴了2944人 當中部分起訴涉及侵犯了 示威者、記者、社工 和反對派政治人物在內的群體人權 報告列舉了負責涉侵犯人權 案例有6名檢控官的名 和相關案例的內容 當中包括刑事檢控專員楊美琦 另外被點名刑事檢控專員 有9名合共15人 律政司專員的新級 為首長級 律政人員新級第六點 月薪港幣26萬5千元 還未包括港區國安法的法官 為何他說這個檢控 而最重要是他提出了一點 包括林定國在內 就是這些檢控官 他們並不能夠行使著情權 和他們根本上沒有自主認識 其中一個關鍵證人 出席聽證會的 就是當日在反修例運動裡面 有一個美國律師 接著被告 就是因為他建議勇為 結果被判刑 不給上訴 他當案件坐完牢出來 他第一時間就回到美國 在這次聽證會裡面 他講出他的經歷 他說他第一次去到見到 所謂的律政司的人員的時候 那個律政司的人員告訴他 他並不能夠完全作為檢控他的代表 因為也都跟他說 就是有警察 他們的參與 他們會給他們的意見 他們會給他們的肯定 告訴他上司 結果這個律政司的人員就被調來 接著就換了另外一個律政司 就是檢控官 這個檢控官來到他的時候 就有兩個警察在場 而當他問話和提出一些質疑的時候 這樣兩個警察就會聽到意見 接著就指導這一個律政司檢控專員 他的表態和他的控罪 所以這裡他說 他說 香港行的普通法 不是怕你法庭有問題 而是最重要的 就是現在的所謂的基本法 和香港的普通法 被國安法所扭曲 所以從他開始說的就是 麻煩你要制裁這些律政人員 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他說 他親身經歷了這些事情 甚至在審訊室裡面 是一個只有兩道 是華視35道 就是等於涉視兩道的地方 去做審問 這些其實都是非人道 最重要的就是 原來警察才是 作出檢控的一方 尤其是因為他是外國人 警察認為如果票控他 是一個象徵意義的 所以 這一次的聽證會 這份報告最主要就是 很多現在去了美國 曾經被檢控的人 他們說他們的經歷 十五個人 有名有姓 擺了出來 想不到林定國七月一日上任 就糟糕 現在我想下一批 很有可能就是國安法官 愛國勢力 亡我之心不死 李家超 頂著 哇 怕你有牙嗎 李家超也好 林鄭如我講的 最多出糧便用現金 一句說完 次之以備 一笑自之啦 拜拜